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今天9月1号礼拜三 正点电影院 9月份的正点电影院 邀请到知名影评人艾尔笑一哥 哈喽艾尔早安 嗨 书也早 拿大早 是 这个终于又可以实体见面了 真的 好久不见了 对啊 之前都是用线上来连线 那现在疫情趋缓的时候呢 终于很多的电影 就纷纷的上映 解封了 对 解封了 那同时呢 有一些实体活动也可以慢慢的进行了 那之前在热映的电影有哪一些呢 其实戏院大概是上上个月解封的 然后陆续就有蛮多的片 开始去打开观众了 然后 当然前正一开始解封了片子的票房 没有如大家所预期 但在上几周 其实像是完命关头的最新一集 已经打破了破亿的票房 所以算是也是给 长久很闷的戏院业者打了一个强心争霸 对 那另外同时上映的像是自杀突击队的集结 它是一个 就是在前两年 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很成功的系列 但那这个系列它重新找回了影评的喜好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今年评价很高的一个漫画英雄电影 那在台湾目前也有累积到五千多万的票房 那另外一个表现也很不错的是脱稿玩家这部 有点结合动玩跟幻想的一个电影 对 就是讲的是一个动玩里面的角色 就是Rinus演的这个角色 突然间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动玩角色 而且是一个配角 是一个每天都会死的角色 然后他开始找到自己 然后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故事 所以是一个有点带有讽刺电玩 然后也带有一些人生启发的一个故事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大场面 所以这部片也可以算是今年暑假 目前为止评价最好的电影 所以它在台湾也有达到五千多万的总票房 所以这个是迪士尼出的 对它本来是福斯的电影 可是因为福斯被迪士尼并购了 所以它就变成迪士尼所发行 脱稿玩家 我们在APP上面也有听众朋友说 他已经看了脱稿玩家 我相信评价是应该都是 大家看过都是好的 那另外像之前有上映的这个 上上周有上映的追忆人 是有修杰克曼所主演 吴彦祖担任配角的一个科幻悬疑大作 但出乎意料的 他的评价和票房 在美国跟台湾都没有这么好的 哎呦为什么 我自己是觉得它可能有点包装的太超过我们的预期 因为它其实本身是一个 老实说它的本质是一个还蛮爱情电影的故事 对那只是说像 因为这个导演他是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弟媳 对就是他们 哦弟弟的老婆 对对对对 叫做丽莎乔依 对对对 然后他也是有带有台译的协同 他妈妈是台语 我记得他妈妈是台语人 对对对对 那他拍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有一种 呃女性来诠释科幻电影的一个感觉 所以比较重的是情感面的铺陈 对那他也有在讲一些漠视之后 人类对于过去的一些向往 所以像这样子比较深层的电影 在暑假当 其实是比较吃力一点 对然后他也没有真正的很很 很去发展那些打斗啊 或是科幻的那一面 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小品型的电影 了解 所以目前票房在美国在台湾 没有说非常的好 是是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这样子的题材 当然还是很欢迎你去看 因为休杰克曼实在是 就是很讨台湾人的欢心了 对啊 看休杰克曼就够了 看休杰克曼就够了 对他里面也有很多展示他肌肉身材的部分 还有他的很有磁性的声音 对 曾艺人现在还在上映当中 是 好那 那禁戒2 上周的新片都是恐怖片 可能配合鬼月开的这个气氛吧 对然后禁戒2 还有萨满 可是比较意外的是说 可能禁戒2已经在美国上映的太久了 所以 美国5月28就上了 对对他是第一批算是美国第一批解封的大片 所以我觉得 所以反而在台湾的票房其实是萨满赢过了禁戒2 这是少见的线下一个泰国片 赢过了好莱坞的大片 那 那萨满我觉得其实老实说 他其实也是一个靠着口碑话题炒起来的电影 那因为他是由 哭声的导演罗宏整编剧跟制片 然后加上 一个很经典的泰国电影叫做鬼影的导演一起来合拍 所以算是两大鬼王的一个合作 那讲的是一个 萨满教是一个在 在泰国还有在很多东南亚地区都非常盛行的一个教派 那这个电影全是他的一个角度很像哭声啦 我觉得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有一种很诡异的很生力实境的感觉 因为他是透过一个纪录片的角度去拍这个故事 所以你会有一种生力其境的感觉 然后甚至到最后你会去思考 到底邪灵到底鬼到底 这些东西到底我们在拜的宗教跟拜这些鬼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多人说他是一个会毁三观的电影 就是说你走出来你可能并不是真的被鬼吓到 你是一个重新思考的你在拜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带来吸引阴影的电影 我必须说他不是那种传统的 一直会有鬼跳出来像你的电影 你是从到尾其实没有真正的鬼跳出来 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电影其实反而越恐怖 因为他反而很逆真的去呈现鬼进到你的内心 或者你内心有鬼 或者你在拜的其实是鬼的这样子的一个恐惧感 虽然很多观众我觉得走出来 都是被他的后镜吓到 有点像AZ疫苗这样子 就过了八小时之后 突然就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这么可怕 然后半夜睡觉起来 午夜梦回来还会被进行的感觉 会不会不敢上厕所 会不会不敢照镜子等等的 所以萨满这算是一个泰国片吗 他算是泰国片 可是他的班底是韩国 班底是韩国的班底 是导演啊 可是拍摄的弟弟 因为萨满教在泰国是一个很流行的教派 所以他都是演员也都是泰国人 只是说他加入了酷胜的导演的鬼才 所以两个鬼才导演的合作 是是 这一部好像 好像还蛮值得一看的 还蛮引人关注的 只要你胆子够大的话 但是吓到了也不是那些鬼 就是 他震撼到的可能是你对于灵界的一个观感 对 和信仰的一个观感 我看到那个影评说 他精害程度超越腐蚀武器 他是腐蚀武器 对不对 因为其实老实说这个片子当中并没有太过恐怖啊 或是暴力的画面 对那 那可是其实就是一个来自心里的恐惧 他随时让你觉得很贴近你 对 然后非常 而且他有很多的都是手持画面 或是用一些摄影机镜头的画面来呈现 对 其实很像是真的拍 就像以前我们看灵异照片那样 真的拍到鬼的那个样子 哦 而且我为了让那个台湾的观众 就是看萨满不会被吓到 他还有开那个胆小鬼场次 哈哈哈哈 就是观影的时候全程开灯 对对对对 以免就是太害怕的观众会被吓到 对对对对 这是学韩国的做法 因为韩国上映也有 这个也蛮噱头的 韩国上映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就是因为有很多观众他会觉得鬼片 他就全黑他就不敢进去看 然后甚至说他还有附阵耳塞 就是很多观众很怕那种突然间的吓的声音 对就是说你假如是胆小鬼 你也可以来看这个电影 对 这还蛮噱头的 蛮有趣的 好那大师的经典修复有哪些片子呢 已经上映的 现在有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的 就是大卫柯能保的两部 算是有点被忽视的旧作 然后现在全新的修复版重新再现 那柯能保是一个我觉得很异色 然后很特特殊风格的导演 因为他的作品都带有很强的 很信誉暴力和对未来的一个想象 所以这次重印的这两部作品 无论是超速心追气还是裸体午餐 其实都是一个改编至当代很成功小说的一个 隐喻人类欲望的一个故事 对很前卫 但是现在来看 我觉得仍旧会有点觉得说 哇我这个很震撼我的道德观念 对 可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 而且他就是一刀未剪4K修复版 是是是 好肉体恐怖大师大卫柯能保的金氏亥俗之作 经典重现大家也可以到电影院来看一看这个裸体午餐 还有超速性追气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艾儿还有哪一些的电影 即将要上映的呢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9月的正点电影院邀请到知名影评艾儿 黄笑怡来跟我们聊一聊 有哪一些的即将上映的电影 刚刚已经跟我们讲到正在热映的电影 我们APP上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讲到 都讲到那个脱稿玩家 好像真的风评不错耶 去看过好像都蛮推的 口飞应该是这部是最好的 好然后那个萨满 就是风评各有两集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即将要上映的 我们就请这个艾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9月其实的确现在已经越来越强 我们甚至其实可以说台湾 已经慢慢抢些好莱坞了 因为随着我们的疫情受到很稳定之后 那像上气与十环传奇就是一个 比好莱坞还早一天上映的 打起但已久的漫威第一部东方英雄的电影 上气与十环传奇 是的 那这部片子当然我觉得漫威名一定不会错过 因为它就是一个开启漫威第四个阶段的作品之一 对那等于是说未来上气但也会变成新的负责者联盟的一员 然后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先去铺陈他到底是怎么成为超级英雄 然后他跟他父亲的纠结的一个故事 那他的父亲在漫画里面在漫威的系列当中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角色 只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他被重新的写成一个比较不这么负面的角色 对因为原来的角色有点现在大家很重视辱华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他很怕触到了这个敏感地带 所以把这个角色写的比较人性化一点 并且由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梁朝魏这个影帝来主演 所以他就是演里面的爸爸文夫 对就是也有在钢田山出现的一个满大人的一个角色的画神 然后上汽饰演的人是刘思慕 刘思慕对他是一个美意的演员 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 对我刚刚找了一下他的照片 他是一个华裔加拿大演员 然后也是制片人特技演员 所以他的武打动作应该是蛮扎实的 对当初应该是因为他的武打 对然后后来选入这个演员 但后来就大家有很多恶稿子就说他长得很像习近平啊等等的 对对对对就觉得是不是是不是 这个也太固守了吧 对是不是漫威在讨好讨好中国等等的 可是那当然不像吧 有几个角度有几个角度有几个角度会有点像 我倒觉得他长得蛮像韩国演员的 对他我记得他好像有点韩语 他是哈尔滨人啦 他是那个中国哈尔滨 然后那个爸妈是哈尔滨人 然后在那个国外出生这样子 对OK好所以这个是9月2号明天就上映的上气与时环传奇 那梁超伟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都目前为止一些影评 对这个对他的风评怎么样 目前其实多数美国已经释出的影评都在称赞梁超伟的演出 然后都觉得这梁超伟的演出就是这个电影的灵魂核心 对那那我觉得也当然也是我觉得杨超伟会去演一个漫威的大片 我相信一定也是这个角色有其发挥之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确是我最期待的部分 哇也蛮期待的耶 嗯好所以这个是明天就要正式上映的在台湾 是好那另外呢 那另外其实像是好莱坞的作品也有像是密室游戏第二集 那这个是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IP电影 就是他的第一集在台湾卖的也还不错 就是一个青少年科幻惊悚片 对因为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结合密室逃脱跟斗智悬疑的故事 对那第二集当然也就是延续第一集的这样子的设定 然后让幸存者继续在闯关 然后继续去揭开背后的谜底的一个故事 对所以喜欢惊悚片的观众可能可以注意一下这部电影 9月3号密室游戏2 圣者围王即将要上映 那接下来 接下来也有很多的算是奇幻史诗大片 对那像是绿骑士这部电影在美国已经获得很好的评价 那它是一个改编自中世纪一个施选的一个故事 对那那这故事其实一直都有导演 因为它它其实是一个跟亚瑟王传说有关系的故事 对然后讲的是这个亚瑟王原作武士当中的一个叫绿骑士 一个叫亚文骑士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接受绿骑士的挑战 然后这个这个一年之后要继续去完成它跟它的一个决战的密约 对那当然这个故事拍的手法不这么的好莱坞 它是一个用迷幻然后用暗黑用血用一种 奇妙的诡异的角度来诠释的一个喜欢故事 对所以在美国获得的评价是比较属于 呃艺术类的评价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很特殊的电影啊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大家其实比较难去定义这部电影的真正的方向 因为它不像传统的好莱坞奇幻片这么多的无脑的这种打斗 它其实大多数在讨论的是这个骑士如何去面对内心恐惧 和呃经历这个过程的找到勇气的这个过程的故事 也有蛮多深层的思考的 不过它场面看起来应该也蛮大的齐幻冒险世界在线 是是好这个绿骑士是9月10号在台湾的这个院线要正式的上片 没错好再来呢 那沙丘当然大家已经期待了非常的久 因为这部电影是原定去年就要上映的一个一个年度大作 那沙丘的原著其实一直以来就是科幻片迷 应该说科幻迷都一直都很care的一个著作 因为它在60年代出版的时候 其实它被誉为就是一个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那其实沙丘影响到的作品很多 包括像是星际大战等等的 其实很多的科幻电影都受到沙丘的影响 那只是说沙丘的改编的命运是很多传的 就是它曾经在80年代被大卫林区改编成一部电影叫《沙丘魔宝》 那这部电影的评价跟票房都是失败的 所以从此以后沙丘变成一个像是有诅咒的故事一样 因为中间也有其他的导演想要改编这部电影但全部都失败了 那当然这次的这个班底我觉得非常的令令我个人感到期待了 因为他是由这个《银翼杀手2049》跟《一星入侵》的这个导演所来指导 对那《沙丽卡斯》就是也是都是一线的大咖 对然后用一个非常高的成本来呈现这个故事 虽然它其实整整体来讲很难讲说 这是一个很创新的故事 因为它在讲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少祖 就是有这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这个男主角 是饰演的这个少祖 他继承了一个这个多年来在宇宙的各个星球 和家族之间的这个星球旧恨 然后去对抗这个这个使命的同时 他也要去解开《沙丘》里面这些异生物的这些秘密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 有点像武侠电影的这样子一个很庞杂的故事 但他也是科幻动作 然后也是剧情片 《沙丘》 那为什么里面演员有看到张震 张震也有演出 对因为其实本来在小说里头 就有很多跨种族的演员 对那那那可是当然没有 他并没有在小说演员明确 假如他是华人还是黑人 只是说这是在选角上面 他特地横跨了很多种族 包括你有西兰人 包括印度人 包括甚至黑人等等 不同肤色的人都有 对各式的肤色来代表 他是一个跨越各种族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是是好 所以《沙丘》这部片子也蛮值得期待 因为现在那个提摩西夏乐梅很红啊 对啊对啊对啊 他是台湾的就是就是 大家说少女的心头爱 对对对对 他长相也符合 他长得很俊美 对对对对 好然后 其实里面还有乔许布洛林 对啊对啊 他的角色卡斯很厉害 所以这个是《沙丘》9月16号会正式的上映 然后提前到9月16号就中秋廉假了 所以他要抢那一波中秋廉假的那个票房 对而且这部片是在美国的上映前两周就上映了 所以台湾是第一个上映的国家 好的好那经典修复片也蛮多的咯 对其实其实我觉得在在疫情阶段 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看经典 重看经典的一个习惯了 我觉得这对移民来讲也是一个福音 嗯 所以像像最近9月份要上的像乱世福生是我 我记得这部片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一个电影 那个时候我被震撼到 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 我记得有六下奥斯卡的提名 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男配角剪辑原著剧本 是是 然后他也被选为就是影史最伟大的100部 英国电影之一 对 那这个故事乍看就是一个北爱兰军的 呃 一个一个活药分子 然后在他在审问一个应该说虐待了一个囚犯之后 嗯 然后带着一个内疚的心去找他的女朋友 嗯 然后爱上了他的女朋友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很很大的转折 就是他的女朋友其实 嗯 要该怎么讲 又不破梗了 应该说 应该说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他女朋友点点点 让他自己去看 乱世福生 最大的转值就在这里 哦 对那 可是我那时候看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影也非常的保守 我那时候看到的是 是剪了蛮多片段的吧 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笑的段落 就是他在揭露这个部分的时候是喷雾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团雾 对 就是我那时候在现在看到一团雾 就是那是马赛克的概念 对对对对 你现在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可是他确实是一团雾 对 那你现在就还要再去看了 当然当然 对啊 因为他现在是一刀未剪的数位纪念版 现在应该不会再犯这种很蠢的事情 对 因为那个实在是太 我记得全系列的人都爆笑了 全球争议话题经典 当时被喷雾的那一团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一刀未剪 数位纪念版要上映 他当时哦 这不知道是几年的 1992年 1992年 他荣获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讲最佳影片导演 男主角男配角剪辑原著剧本 太厉害了 是的 这个英国片 所以我觉得没有看过观众一定要再去西元体验一下 这个我想去看 9月3号 9月3号乱世俯神经典重映 好还有呢 像 其实去年有很多的动画 像是金敏啊等等的 重新在大药幕上重现 那回忆三部曲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风潮 所以重新在台湾上映 那因为当时当时这部电影 其实是一个三段式结合的电影 由大游客 大游客就是去年也有重映的一个日本动画导演 对那就是加上金敏加上两位新的导演 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三部曲的故事电影 嗯 对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对未来很多脑洞的大开的一个科幻电影 所以假如你对这样的类型是感兴趣的话 不要错过这个作品 好回忆三部曲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典 十点三三分九月的正典电影院邀请到知名影评艾尔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哦 刚刚讲到说这个修复 经典修复的大片这个乱斯福珍贝埃尔这么一说我们真的很想到电影院去好好的看一下一探究竟啊 这个非常值得大家一看的这个经典修复片哈好那呃要上映的那个韩国大片有什么 呃对其实我觉得韩韩国电影也是我觉得九月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作品 除了已经上映的萨满以外因为其实今年暑假韩国的大片呃就去年被演党的大片今年都推出了而且在韩国的票房和评价都胜过好莱坞的同期电影 对那像是天坑是打头阵的作品那这个是一个呃很异想天开的灾难喜剧但我必须说韩国对于灾难喜剧之间这个类型是非常擅长拍摄的 假如你有看过极限逃生假如你有看过呃呃呃流感等等就是说就是他怎么在一个灾难片的结构当中放入一些荒谬啊或是对现实当中的讽刺 我觉得是天坑绝对会呃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一个一个卖点 嗯嗯因为他在讲的就是这四个很平凡的主角嗯他们存了一一生的积蓄就是为了要买房嗯就他们终于买了这个房之后进屋没多久 这个房就掉进了一个500公尺的一个天坑坑洞里面对这些是不是他不是世界末日他是只有这个这个房子掉进去而已嗯等于是他们住到了一个乌龙的屋子哦对然后他们就这四个就必须用尽方法然后抛下彼此的成见然后逃出这个天坑的这个过程对其实是一个呃类似求生的喜剧 但他又带有一点对于韩国现在这个世界世代的一个讽刺嗯对其实剧本也蛮有趣的耶是是是就是这些角色那其实他演员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啦 车胜员啊李光珠啊这个南多林等等蛮多的好好这个是9月2号要上的是好那哎天坑在韩国的票房非常好耶对其实接下来讲的这三部在韩国都是韩国的票房冠军哦对而且都击败了同党的好莱坞变好OK好那天坑之外还有下一部是 呃绑架影帝黄正明黄正明对那这个这个片名大家就觉得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台湾那个自己自己取的吧呃在国外他叫做什么hostagehostage missing celebrity对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呃他算取得符合这个故事的拍法啦因为其实的确他是一个有点故意用一个假纪录片的方式去拍的 一个动作电影对那其实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这个电影其实是翻拍至一个中国的电影叫解救吴先生由刘德华所主演的那当时他就是一个改变是真实故事的电影就是一个讲一个大陆的明星被绑架然后组合靠着自己的机制逃脱的过程对那可是这个韩国版的我觉得更无所不用其他就干脆用黄正明这个角色去演自己对对对对他就演自己被 他就是韩国现在其实常常得奖的影帝啊对对对对对对假如你有去年有看过魔鬼对决啊或是之前的军舰导啊等等的他是一个韩国也有很多动作片的影帝对对对所以他也是一个国民影帝嗯那所以其实他被绑架 其实当中就很多的剧情就围绕在这些绑匪对他形象的一个野鱼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动作明星吗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可以逃脱吗怎样怎样的对然后而这个角色其实就是黄正明他引他本人去去诠释 哦这蛮有趣的耶对对对对比他那个演的电影还要残酷的事实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怎么演出自己然后又能够去说服大家这是一个呃剧情电影然后有这些惊悚的场面可能都是真实发生的哦所以他里面用了很多的呃呃手持的镜头啊或使用呃GoPro去拍的一些画面啊等等的就是要让你感受到一个 一个一个明星被绑架后的一个一个真实感然后你怎么去逃脱的一个身历其境的感觉哦而且他里面演的就是自己黄正明是的哎黄正明他他这个影帝他很少演电视剧哦对他只有去年呃为了JTBC的一个一个周年轻演了一个呃跟润儿合演的一个Hush就是一个新闻节目的一个一个算是一个良心剧这样子对OK 所以他平常是不演电视剧主他几乎都是以电影为主对对对对对而且他每个电影他自己就是很很汉子的感觉嗯对对包括当然男人恋爱时的原版我有看过那个北风啦啊对对对对他在里面北风演的也是非常好对对那加上说最近大家当男人恋爱时有去回去看他原版的话就知道原版是黄正明所出演的他是当男人恋爱时那个男人对对对对哎呦所以当男人恋爱时在韩国版那个男人不一定 是要帅哥就对对对他本来选的是一个真的很流氓的样子的男生对就是黄正明就是一个很适合演一个痞子一个痞子哈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这样哦OK好绑架影帝黄正明这个是9月17号要正式的上映喽是呃还有哪一部呢呃陶珠摩加迪修这个这个这个片名翻译的其实有点难以记住摩迪修是在哪里呃他在这个对非洲的这个 就是就是其实他是一个真实故事所改编的电影那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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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战其实还有被这个索马利亚的内战这件这个这个这个内战算是一个在世界上比较少被听闻的故事对可是其实对于韩国对于美国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嗯因为像有一部电影叫《黑鹰计划》也是改编至这样的一个背景也是讲索马利亚内战还有那个雅果出任务是不是也是啊呃我记得他 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对另外一个地方哦可是他类似这种逃亡的故事啊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可是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当时南北韩正在应该说南韩正在在那个时候正在想不尽办法进联合国嗯嗯嗯嗯所以他们就在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外交的这些措施嗯但没想到那边发生了内战然后这些人他们要如何逃脱甚至他们背负跟北韩的领事馆 一起来合作哦跟北韩的这些情报员一起来设法逃脱嗯嗯这个已经被全世界放弃的一个城市对哦那由这个赵影城还有金伦市等等的巨星所主演嗯那现在目前为止《逃出墨家地球》是韩国今年最卖足的电影哇对甚至超越了呃黑寡妇还有《完命关头》哇对非常的刺激非常的震撼而且他是真的在呃非洲取景的一个作品嗯而且听说 电影最后三十分钟那个飞车追逐的场面非常的疯狂嗯嗯嗯嗯他是以一种就是的确也是有一种身力其境的快感去拍摄的作品嗯还有人说那个逃脱情节有点像现在真实的阿富汗哦对啦对其实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真的就是历史一直在重复嗯同样的教训是好9月24号正式的上映哦逃出《摩家地球》是好那OTT上的那个新剧哦其实在那个疫情期间 大家看的新剧应该也都不少嗯嗯那不同的OTT平台上面有不同的韩剧呃最近呃有什么样的这个韩剧或是欧美剧可以推荐的吗呃其实很多但但就是受限的时间我们就先挑出几步筛选一些对对对对那像像以Netflix来看的话其实9月份最值得期待就是指大家已经看了很久的脂肪脂第五季Final对就是一个结局 他确定是Final就对了对确定是Final对不过要先提大家一下就是他的Final会分成上下集就是他会先播出上集然后接到了11月才会播出结尾哦对对对就跟好到掉人胃口哦对对对就跟之前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一样对对福尔摩斯是是亚生罗平哦亚生罗平对对对对他会分成上下集OK对也有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对那不过这一集会完整的把这个故事所结束 哦OK那另外其实去年有一个非常好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一个比利时的影集叫做绝夜逢生对绝夜逢生它这个是改编至当地一个很畅销的小说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整个看完六集第一季之后我非常的惊艳啦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末日题材但他讲的其实也是一群人他们怎么在世界末日发生的当下然后驾着一台客机 逃过太阳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设定是只要被太阳照到的东西都会死包括人类包括食物包括任何的东西都会被毁灭所以他们就是这一群人然后驾着这台飞机然后绕过整个地球然后不断的在跟太阳追逐的一个过程那第二季他其实第一季的结束点是刚好他在他们这群人到了一个地道然后发现了其实这个是一个 某些国家已经早就知道的秘密所以他们躲在那边然后故事就结束在那里对那所以第二季到底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超展开的发展或是他们又会不会又到飞回到这个飞机上继续要躲避这个太阳或是到底太阳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致命的末日来源可能都会被解开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新的影集你没看过第一季的话可以追一下因为他第一季是六集 对对对OK绝夜逢生这个是比利时的影集好非常厉害那还有其他的那美剧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再推荐一部就是陈建直播秀因为他是AbleTV的一个算是代表性的影集今年有入围了很多的第一季入围很多的艾美奖那第二季的话同样的还是由这个珍妮凡尼斯顿跟瑞斯维什棚跟斯蒂夫卡尔所主演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主播台之间的暗潮兄有名 对对那第二季一样的因为第一季碰到的比较多的是关于性骚扰啊性别平权的议题第二季有更多的就是关于这些记者如何的勾心斗奖然后如何的找到自己的定位的一个过程对所以现在也是蛮符合这个时代要讲的一些议题因为他也会带到一些包括现在的疫情的一些东西对OK好所以这个是在AppleTV上面的 是好曾间直播秀好再来呃新上架的韩剧呃今我觉得九月份的韩剧其实比比暑假档甚至更令我来的期待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题材那我自己最期待的是人间四格这一个这一个比较属于成人导向的剧呃因为他的前来的卡斯是呃机械石也是在韩剧界很少见的全杜妍哦跟就是柳俊烈一起来荷野这部剧柳俊烈 因为就是呃那个什么请回答1988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在请回答之后他就是主要以电影为主了他就成为一个电影的当红杂志其实都是以电影的作品为主人间诗格是那人间诗格其实在他是呃他也是JTBC纪念他刚好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剧所以他是完全拍摄完成之后才上架的那他的故事其实有对我来讲有点像我的大叔因为他是一个在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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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跟这个20多岁一直在努力生存的一个男生之间发生的一个若有事无的爱情关系 那他的导演是在韩国都是以电影导演著名的一个新浪潮的很著名的导演叫徐清豪 他过去拍过像是八月招相馆外出等等很重要的作品 所以是一个电影规格的韩剧 人间诗格这个是九月四号会在爱奇艺播出的 全道彦跟柳俊烈这个搭配也蛮特别的 对其实这个卡斯真的就是一个电视剧很难看得到的卡斯 好人间诗格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韩剧呢 TVN的部分有柔美的细胞小将也是一个很畅销的网慢所改编的 呃韩剧对那这个这个网慢畅销的程度 我觉得甚至超越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网慢 就是包括离太院等等的 因为他在他算是网慢受欢迎的一个起源 对那他的故事他的卡斯也很耀眼 就是金高银搭配了离太院饰演反派的这个安普线 对那这个故事比较特别是说 他是第一部结合了3D动画跟真人的韩剧 嗯嗯 因为他里面很特这个漫画很特殊的设定 就是他你脑子里面的细胞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哇 有点像那个一个迪士尼动画叫脑筋旗转弯 脑筋旗转弯 其实当时脑筋旗转弯出来的时候就有蛮多人会觉得 他是在模仿这个这个网慢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透过这样子的角度来阐述年轻人故事的一个点 好的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高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51分9月的正点电影院 刚刚这个知名影评人艾尔也跟我们讲了 现在在OTV上面的一些最新的欧美剧还有韩剧 那刚才韩剧有提到了人间诗格 这个讲来真的蛮有点期待的 柔美细胞小将 那还有什么正在上映的这个韩剧呢 其实像Netflix的原创剧 我觉得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 因为上周才刚上架的一个 因为Netflix的韩剧原创剧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不用等 他不用等昂档 对他好像一次就是全部的集数都上了 对对对对 所以像上周上架这个第一批逃兵追其林 也是一个往漫改编的故事 然后丁寒颖所主演的一个 算是惊悚悬疑剧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今年必看的作品 因为我整个看完以后 我觉得觉得 哇这是今年真的出乎意料的一个杰作 对那虽然是往漫 但他其实故事很写实的在反映 韩国兵役的问题 还有军中霸凌的这些事件和权威 怎么去对抗的一个过程 但他拍的不会太说教 他用一个很商业通俗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整个故事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紧凑 而且他只有六集 所以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令人感觉 在看电影的感觉 而且一下你就会把它全部追完 六集就看完了 对对对 好很多人都敲碗说六集不够 就期待他会有第二季 所以他这个已经在Neverden上面 已经完整的六集都可以看得到了 还有呢 另外刚上架的也有像是 海岸村恰恰恰 这也是蛮多人在期待的一个爱情喜剧 有这个去年爆红的金轩虎 搭配声名儿所主演的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改编自韩国电影的剧 对那那他的电影原著叫做红班长 这个这个这个电影在韩国很卖座 那可是他的故事一样 那就是一个有点 我自己觉得有点像山材花开始啦 就是一个城市的女孩 然后到了乡村乡下去 然后跟这些 淳朴的人发生的一些互动的一个爱情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叫我喜欢浪漫爱情故事 然后又喜欢颜值高的男女主角 搭配的这样子的题材的观众 其实可以 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蛮甜的那种爱情小品啦 轻松的 那金轩虎它有酒窝嘛 声名儿也有酒窝 所以大家都说是双酒窝CP配 这个很可爱 哎金轩虎我真的没有好好仔细看 因为他上一部爆红那一部我是没有看啦 哦真的 那个新创时代 你没有看新创时代 哇哦 听说他在里面真的是迷死迷死大家 他也是算是这个去年到今年最火红的这个新生代男明星 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声名儿 但他算是第一次当男一吗 对他第一次当男一 那因为他过去的剧都是都是比较迷你剧 很小的这种单元剧的主演 对 OK好 所以金轩虎声名儿海岸村恰恰恰 光这个片名就知道蛮轻松小品的 有点复古格的感觉 好那还有 那另外9月17号会上映的上架的一个也是Netflix的原创韩剧 也是大家期待很久的叫做鱿鱼游戏 那这个是由这个熔炉的导演所指导的第一次指导的一个韩剧 哇 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它就是一个电影规格 一个电影规格 对对对 那整个故事会令我想到这个去年的经济之国的重关者或是大逃杀 因为他在讲的就是一群流浪汉被放到一个密室空间 然后追逐一个一个一个几百亿的奖金的故事 对可是他没想到这个游戏的代价是 只要你输了你就会被杀死 那其实它里面还有带到一些阶级之间的斗争 就是其实这个游戏的背后并不是一个无形的机器在控制 它其实是一群有钱人在玩的一个游戏 对 所以其实我相信相信这个故事一定会非常精彩 因为李正宅 普海秀也是很大的算是都是演电影的卡司 那孔刘也会 孔刘有客串演出 对对对对 9月17号 这个真的蛮期待的 是 好那再一部好了 好时间的关系 对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部黑色太阳 也是我觉得很值得期待作品 因为他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去年的影帝得主男公民来饰演 那这个是一个韩剧比较少见的谍报题材 讲的是一个失去记忆的间谍 然后为了找出谋害自己的凶手 然后一路去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 对那整个整个故事只有12集 所以他非常的紧凑 然后也是NBC少数杂下100多亿所拍摄的一个大场面的间谍剧 哇好所以黑色太阳 我发现这个在韩国这些这个剧 它的剧本的多样性其实是还蛮值得我们在关心的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元了 对就是他不会只有拍爱情了 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多的创新的题材 或是从往慢慢叠曲的题材 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面向 嗯好所以精彩的九月份 在孩子们都上学之后的九月 爸爸妈妈如果要追剧要追电影 可以开始了 对对对对 非常谢谢爱爱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这里的电影院 谢谢 谢谢四位谢谢